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高雄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以及FB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潘俊仁 相信在线上的朋友 都有上过大学的经验 大家对大学的经验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可以传递知识 也是做研究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学还有没有其他一个责任 就是大学它其实有个责任 叫做大学社会责任 我们把它称之叫USR的一个责任 这个USR就衍生出 有教育部希望我们大学 能够发挥我们大学 有了一些知识 跟了一些我们的资源 能够来帮助大学 所在这个地方能够来发展或是来创生 它这一些实践 还有它遇到一些挑战 所以大学是有一些社会责任在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 大学不只是在象牙塔顶端 那大学也可以是在接地气的 怎么接地气如果帮助地方的发展 好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来宾呢 是福音科医大学环境与生命学院的院长 林清禾院长 林院长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福音科大环境与生命学院林清禾 好 很欢迎我们林院长 再次来到我们的南方科技人节目 上次他还谈的是有关于空气 污染的一些防治跟知识 那也引起大家很踊跃的兴趣 这是在林院长的专业上面的 那林院长不只有专业 他还可以把这个专业能够带到 这个教育本身上去 那如果我们怎么做教育 跟帮助这个地方的一个进步 那我们今天来谈论这个议题 那首先我要来请问一下 这个林院长 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这个计划 就是我们之间的US计划 他本身的一些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那他怎么跟这个联合国的这个 17项的永续发展目标来做一个结合 是 是 我想这个大学社会 就是大学的这个USR这个计划 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他确实是这个目的 大学里面有老师有学生 那理论上大学里面 就是有他的一个专业度 那推这个大学社会责任 我觉得刚刚来了之前 我就想到一个说 他是很有意义 跟我们以前说 台语有一句话说 这个责规计要败手套 是啊 那在大学的一个所在地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觉得说 比如说福音科大 他在大辽 那大辽即使以前是旧高雄县 他是一个比较 也算是比较城乡 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在讲这个永续发展里面 像联合国这个永续发展里面 我也想到说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永续发展 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要多元 像我们这个生态系统要多元化 多元的文化 多元 这样才比较能够永续 如果你是单一以后 就不容易永续 那为什么 那我就说这个地区的一个发展 跟这个永续为什么有关系 我就想到就是说 你看像现在所有的人口 或是什么工业或是商业 都是往都会区移动 那你像大辽也好 或其他地方也好 就是人口就流向都会区 甚至我们高雄 还好现在台积电来了 不然还流向台北 对不对 这个人口的一个流动 慢慢往都会集中 那其实这个就是 类似于生态的那种多样性 就减少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地区 有它的特色 它能够永久 能够持续下来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永续发展 那在大学里面 那个社会责任里面 其实就是说 就好像你每一个地方 如果你能够有你的特色 有吸引一定的年轻人也好 他可以来回来在当地的话 做出你的特色 那就不会好像一直老化 或是一些经济也好就没有 所以他确实有希望就是说 能不能找到一个特色 或是怎么样 帮助在地 你在地的 至少是你大学所在地这个地方 能够找到一个它可持续发展 永续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让它可以发展 我想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确实后来想一下 这个应该 我刚刚讲 比如说你所在这个地方 回馈当地 让它有一个机会 不是只有把我们这个校园里面 做发展 那对周围的地方没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讲 就是真的是把大学的老师 学生应用他们的专业 了解你所在地这个地方 他们有没有他们的问题 那通常都是有一些问题 能够克服以后 他们就会有特色 那有特色通常 他们就会有一些可持续发展 或是我们称为 永续发展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做的 是啊 就是说 藉由这个 你刚刚讲的这个多元的发展 我们才能够持续 那同时先 多元的发展 也能够让这个不同地区 不会说完全都往这个 朝向都市化来移动 那我是想再请问这个林院长 那关于因为USR 它需要一个实践的一个场域 就是说我们大学想要做这个USR计划 我们需要一个点 实践的场域 那您这个在福音课大这边 您在选这个场域的一些原因什么 那为什么选这些场域 有没有什么考量 经济上或是环境上面的考量 那你选这些场域来做这个USR计划 这个场域在他们 老实讲我也不是社会学里面的专家 他们对这个场域的一个要求很重视 那我有去稍微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们很注重这个场域 场域其实它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有一个地方 我们不是讲理论 你只有亲身去接触以后 你对他的问题的了解 而且因为你亲身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感情才会跟他做连结 那你的感情会连结的话 你对这个地方所谓场域 或是我们讲说在地来讲 你才会真的关心它 那你我们刚刚讲说 希望它做发展 希望它能够发展 那就会发自内心来做这件事情 那场域我们这个概念 当然就是说要协助这个地方做发展 那有时候也要衡量一下 我们自己的专场 对 就从专场跟它的场域 所需要的来做搭配 你也刚刚提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学院 或是我自己本身的专场 就是跟环保比较有关 那你们可能知道 像我们的场域 其实我们那边本身就大辽区 那大辽区有一个很重要的 以前叫工业区 他们现在都改名叫做产业园区 叫做大发 大发旧名我们称为大发工业区 那再往南一点点 临远 临远也有一个早年在我们石化园区 对 石化园区 这两个 那早年我们在做这个社会责任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其实以大辽地区来讲 大发它的这个产值很大 而且它对这个工业里面就是说 到里面就业 我看到一个数字是超过两万人 那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大发或是临远 对不对 他们其实在这个地区来讲 他们是一个经济很重要 经济的一个来源 然后提供就业 高雄地区的经济来源 可是可能 可能如果你是在地或是 或是这边的人 或是在那边里面可能也听过 像临远 临远有临远事件 环保造成的 就是说曾经早年的时候 这个污水泛滥 还有后来就是很多抗争 对工业来讲也做很多赔偿 其实很多这种到目前都还有 那以大发来讲 在那时候我在 在民国99年的时候 也发生过所谓的 草料毒气事件 草料毒气事件 对 那一个事件 也有一两百个师生 真的是送医院 这个我看那个记录 也是台湾历史上 真的有类似这种空污事件 有这么多人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状况 就会变成就是说 其实到现在 都有这种居民跟工业区 虽然很需要他 可是又不信任他 这个是一种 因为这样的一个冲突 所以我们觉得是说 这个应该是要 产业园区跟我们社区 能不能 产业园区当然要把环保做好 那怎么做好 这个是一件事情 然后怎么化解 因为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经济 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人家说这个 家庭也通过是比较好 这样才会好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 怎么让他能够互相信任 能够发展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环保产生的 所以我们在讲环保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 产与对不对 是受环保影响的地区 是我们关心的 所以我们的产与 第一个就是工业区本身 你这个产与应该要做好环保 不要去可能有一些污染 那第二个产与就是说 那你这个污染到底对谁有影响 那就是我们关心的 比如说这个社区 比较人口集中的地方 所以人口集中的这些社区 就是我们关心的 那附近的还有一些学校 学校也是比较弱势的族群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一些区域 那甚至有一些场域 不一定是人 那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个 几期的计划以后才发现 其实在地有一些人文跟生态的 其实在地的人也是很在意 那这些比如说 你看我们大辽有一个叫做古厕 叫吴家古厕 像陵园还有这个陵园古厕 那有一些生态的 比如说陵园那个地方 他们也有附建一些红树林 那大辽地区可能我们这边还不知道 他们那边也有一个叫做凤凰山 那这都是一种人文跟生态 其实他们也很在意 那这些东西也有可能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把它列为是一种 非人聚集的地方 但是也是我们的场域 所以我们的场域基本上就是大辽跟陵远地区 因为刚好就 又是受到跟环境污染有关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些不管是人或是物 跟这个工业区里面能够来做一个和谐的发展 所以我们选定了这些场域 比较不像一般的这个USR计划 他们的场域就是固定在哪里 然后一直在那边进进出出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场域 但是我想这两个场域挑战性也蛮大 等一下来听你分享一下 就是说学校这边选了两个地区 就是大辽区跟刚刚提到陵园区来做这个场域的 一个实践的地方 那考量点就是它的污染方面 那当然也跟它人文跟生态方面有关 那特别是它我们所关心的 它对居民的一些健康跟生活 那您刚刚提到 我们从这个环境跟你的专业 还有人文还有生态这些 我们都知道它需要这些 那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 把它做照顾的点 那您这边福音客到这边 是从哪些点去切入 切入到这个怎么去关心它 进行这些改善的一些动作呢 是 所以如果一开始 一开始当然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 想办法你 因为都是污染嘛 污染造成 所以污染里面我们就是要 我们是提供一些辅导 因为真正如果说要做好环境的污染问题 对不对 第一个位阶是法嘛 那其实法 执法不是我们 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比较辅导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个里面的老师或什么 或是学生在这方面他们如果要做一个污染控制 有时候可以来做我们的咨询第一个我们所以协助他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你辅导的对象是 是产业 产业界是辅导的 产业界他们有污染的话他们应该要先做好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也几个面嘛 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需求 因为我们是访问他们跟这些厂协会 跟这个服务中心做一些合作 我们会做一个辅导 第二个我们是做监督 那当然这个产业园区周围包括他们环保署 现在叫环保部或是高雄市环保局 他们现在在法规上都有要求他们要做自我监测 那可是有时候就是有些侦测的地方或是像这个 这两个园区主要都是空气污染 那这种污染就是比较动态 所以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检测的 自己发展它就可以做移动性的检测 万里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所以它是一个有一种监督效用 那甚至我们下一期里面我们也导入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那个人工智慧AI AI对AI也可以做监测 比如说它经过这个影像 你嫁了一个影像对不对 它有出问题从影像 以前我们好像说影像就是要人看 像你如果做这种人工智慧的判读 影像也可以 那这种监督本身其实也可以减少污染 因为各位应该会想有时候 感觉有人在看好像很多行为就会正常 对 没有进度就会失常 所以这是一个面向 那对敏感族群来讲 比如说对学校来讲 那有时候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对于这种非专业的人一样 对这种污染或对空气来讲 我们通常都是用我们的感官 感官比如说彼此闻到味道不对 眼睛看到这个好像有污染 其实这跟健康之间 或是危害之间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我在这里讲一个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做一个 所谓的环境教育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潘老师这边你们可能都可以看看 比如说民众沉寝 是工业区里面觉得是有污染 我这去做沉寝吧 那你们知道沉寝大部分都是觉得有味道 那个一般民众就有臭味 那在我们专列里面说不能叫臭味 叫做异味 比如说你臭豆腐对不对 有味道有人说香有人说臭 那个就整个叫异味 不能说叫臭味 可是你知道 那个你闻到味道跟合法之间 是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我要讲这个味道是 民众一直认为是空气污染或是那一个 那我讲一个数值 就是说在工业区里面 所谓有味道合法的味道 他们叫做50度 那你50度是懂什么 我解释一下对 那个意味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人的鼻子 跟说像动物的鼻子 其实比监测仪器好灵敏 那这个造成味道的东西 对不对 帕老师你做很多检测 那个GC IC 那这个好像是HPLC 那都很贵 你要检测到味道 能够出来那个都几千万 那个其实 所以真正的味道是用人的鼻子闻的 他怎么决定味道的浓度 他是把这个味道 比如采集下来以后 稀释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六个人 鼻子都正常 我让你闻 你如果闻得到 我再稀释 所谓50就是说 我稀释的50倍 50倍以后 我们现在有六个人 有三个人说没有 这时候表示说这个味道是有跟没有之间 这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味道就定下来 所以100的意思是说稀释到100倍 鼻子正常他们叫闻袖师 所以叫做这个样本 大概闻一个味道大概要2万块钱 所以也是很贵的 所以你看看 其实你有闻到味道 有些人鼻子又特别好 你去卷取他 每次都说 环保局去怎么都收合格 公益区是50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50倍你才闻不到 所以你闻得到 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合格 它公益区你去看环保华盔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做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就是说 其实有些东西 你有闻到味道 不见得是对你有身体健康 不见得要超过它的 低限的浓度 有些东西是没有味道的 反而是 可能是对身体的危害性很高的 所以这东西需要透过教育的方式 所以我们对学校 对社区居民 有时候跟他讲说 对这个味道 他们也知道了 他也知道说 这个有味道人就是不好受 可是跟健康之间 要正确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他知道 这个工业区 我们假设狠一点 哪一家工厂排放哪一种物质 他们可能是比较危害性的 这个我们要去监测 或有些像有一些监测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像虽然做很多监测 可是监测的项目里面 并没有有些是有害空气污染物 因为这种有害的东西很贵 像我们一般的监测环保署 你说我们每天看AQI 那几个都是测五六种而已 那个都不是属于有害的 所以搞不好有害的 真的没有侦测到就对了 或是他没有监测这个项目 所以我是说有时候要教他们 我们要内行 下次如果有这种新的工业区 要开发 我们要说我们要测这个 你只是说要测没有用 我们要很精准的测出说 这个是什么产业 如果他会对我们健康有疑虑 要测什么 那些有害的东西就要花很多钱 反而才是在教育上 我们会跟他们讲 所以在环境教育里面 可能可以跟他们讲 甚至有一些我们是做 比较敏感族群的 我们会帮他做检测 事实上有时候 我们就稍微做多一点 事实上有时候是室内 你们可能也听过叫做室内空气品质 室内空气品质 其实像现在讲 静靈碳排里面像CO2 室内空气品质也常常是 空气品质比较密闭 CO2的含量这样子 超过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像现在这种 物联网感测器 做CO2学生也可以做 我们也可以做 像我们就可以做五台四台 这种感测器 然后帮他们做联系监测 一测就测一个礼拜 所以像我们也曾经做过 就是说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 又叫了公托 大家都是要冷气都是密闭 可是你像CO2是 空气清津机也没办法改善 这个东西一定要透过换气 可是换气 常常会连带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把里面冷空气抽出去外面 那就变热了 所以大家不愿意换气 因为你换气的话 你的冷气要加强 你的电费就要很高 大家很在意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两难 除非你可以做 你上次要做CO2补给 就是说现在空气清淨机里面 很少可以捕捉室内空气品质的 可以把CO2捕捉下来 你如果一般都是做粉尘那些 你如果能够捕捉CO2 成本也低的话 那就不用换空气 这个也是未来一个项目 我们做到这个就是说 做一些联动 跟他讲你现在可能CO2过高 他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包括我举一个也是蛮好玩 比如说大家要很多地方 我就不说哪一个地方 你看很多地方就是说 快下班了对不对 冷气提前30分钟或是 他们这种有时候 跟室外的空调系统也是联动的 我们就发现好几个地方 提早关冷气 它的CO2就一直飙高 到它真的要离开之前 都已经超飙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大家都是想说 这个冷气现在讲究节冷 就先把冷气关起来 可能有一些通风也关起来 结果它的CO2在后面就 一直浓度也飙高 所以我们大概从 你看我们就是从工厂本身 把它做辅导 然后也监督它 那这种敏感族群的 我们会交易给它一个比较正确的 要抗争 要抗争到专业的地方 当然就是有些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味道 像这个东西都是属于 环境交易的一环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计划里面 都可以协助他们的范围之一 就改善它的环境的一些认识 从教育的角度 刚刚这有关于大概静灵减碳的这个教育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你刚刚谈到这个关于有味道 民众可能反正有味道 那才会觉得它是有害的 没味道可能觉得没害的 但是我们为了工业发展 工业也需要它一些发展 那居民也有 当然也有它的一些抗争的需求 那这边想请教 那如何我们要强化这个社区 就是居民 它跟这个工业区之间的信任关系 他说 我说闻到了可能没有危害或干嘛 可是居民不相信 他就说我都闻到了 那怎么去增强这个居民 除了您刚刚讲到 他对于居民的一些教育跟实践之外 那对于如何怎么帮助工业 这些厂商工业区跟居民一些信任关系 从这个USR的实践来看的话 你这个问题很好 上次就我们也找那个地方的团体 跟工业区有一次在座谈 你知道他这个时候 工业区他们有些企业就是说 早年有像那个多次已经 大概15 20年前的事情 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改变很多 可是你刚才讲 好像没有人相信 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有些企业觉得很委屈 可是居民也讲 因为像这两个地方 都曾经有重要的事件 对 居民的印象还在 你知道我后来才理解到 你知道工业区都 不要那个企业都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在做什么 把门关起了 然后也不想让你们进来 就是这种都是用隔阂 那他们的内在就是说 以前进来有可能要找我的麻烦 你知道吗 来稽查的 不是 稽查他可能还不怕 可是一般民众或是有一些 说不定有什么嫉妒 我不知道 我觉得隐约感觉 他们是很害怕 所以他说 那个居民或是团体 他说他们以前也是 会去大门抗争的 也是跟我们同好 比如毕业学校老师 退休的 他们有些地方 就是很有本土 就是觉得应该要尽力点心力 他们也曾经去围场或做什么 后来讲一讲 他说你真的做这么好 你的厂区应该开放 你应该让 你真的做什么呢 比如我们这个国小国中 所以我这一次也觉得说 是 你真的做这么好 你不是叫我嘴巴去讲 那他们像我们都 你们要讲讲公道话 讲话人家比较相信 可是来自第一线跟我们讲 是说就好像味道一样 眼见为凭 你只要跟我讲 你这个做了什么 这个是一个 他们觉得需要做这种开放 然后他们能够 国中也好 他们进去到里面就发现 你真的讲好 你不怕你们知道 可是他们这几个宫 几个两个园区 到目前我感觉 他们很害怕把大门打开 因为不晓得你们竟然会对我有时候不利 然后你一直说我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关系 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 另外他们包括几个林庆的 有几个学校刚好都是在工卫区旁边 他们跟我讲说现在做很多监测 可是从来没有人解释给他们听说 这个监测完到底有没有问题 监测就是环保部环保环保局 他们就在网路上 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这样到底好不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人对这些数据 做解读 或是用一些比较简单清净的话 来解释给他们听 你说这个有一点味道或是什么 有专业来跟他们讲以后 他们也安心 可是这块也没有 所以这两个都是我觉得未来 在这个信任度上我们会再做加强 是 我想信任度上 不只要厂商要open 那居民这边他对这个认识也要加深 是 对 那刚聊这么多 那时间过得很快 那我们节目先进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南方科技城 走进时光隧道 那天每个街角 城市的最弹风狂 高雄广播 陪伴你探索 FM94.3 目前已经入讯期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 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 虽然讯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但也可能引起洪澳灾害 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 加强居家防灾准备 请疏通水沟 下水道以降低讯期带来的灾害损失 掌握及时防灾资讯 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 或下载行动水勤APP 多一份准备 少一份损失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儿子啊 早上邮差 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 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 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 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 是我们应建的义务哦 你赶快去申办e-tech 自动除职和电子账单 半位以后啊 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 以免受罚 查询通行费详情 可恰克服专线 02-7716-1998 或下载ETCAPP查询 以上广告由高工具提供 老爷 逢的营党的農地 让人做听车兵 每个月都不用政产 仅仅收拾机也贪不少耶 啊线线我们不是有哪一堆堆 咱们也让人做听车兵 不可以一啦 我们是抗市政府组的農地 有签计用要按照合力经济啦 捏不住啦 嗯 这都要怎么捏不住 咱最人不可以的这样啦 我们政产正了好好 可是如果让人听车 更捏得会中心作用的 你要去哪里找这么上 这么好的地 他发生做生机好 隆地隆壤无欢乐 以上公告由高雄旗建户 地政局配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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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产业新知的南方科技城 欢迎各位朋友再次回到南方科技城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潘俊仁 那今天我们的来宾很荣幸邀请到福音科大林青和院长 那在上一段节目呢 我们聊到这个味道 就是说大家一般人认识 闻到味道它有害的 但刚刚听完林院长的解释 就是说闻到味道 味道它不一定是有害的 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范围 因为人的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啦 那关于这部分呢 我想要跟林院长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做这个USR计划的时候呢 除了在这个关于这个企业界嘛 他可能刚刚提到的 他需要我们需要对他信任 他可能不愿意开放给大家看 那对于这个在敏感机构 那怎么进行这个访试跟这个辅导 我们的敏感机构 比如说那个我们自己定的啦 比如说公托 公托中心 公托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室内空气品质的部分 我们会自己做监测 我们会做那个像气体就是 非发性有机气体 CO2啦 玄虎微粒磁窗物啦 这个我们一次就帮它做 做那个一个礼拜 然后做那个联系监测 因为现在物联网 我们做完以后都是我们自己假的 就可以数据会回来 所以每分钟都有数据 就知道它的状况 甚至找到 也找到他们连换尿布 那个VOC会上升 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X4 X4也会酒精非发 不是送尿布来的 不是是X4完了以后 我们也会误解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那个 非发性VOC 那另外就是安全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些是安全的 消防啦 那这些来帮他们做一些辅导 那室内空气污染源 这是属于敏感机构的 然后完了会给他们做一些建议 那有些东西可能 刚刚讲如果现在没有CO2的清净机 要做的叫做新风系统 就是说它会把空气做一个交换 那又把热能排出冷的留下来 那又有热交换 那这一类就是要花钱 然后装设备 那如果真的需要 它一定要这样做 或者也没办法 就是四年空气彼此 这个是属于比较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那个敏感机构 我们大概就是做这方面 那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个在养老院方面 好像也有做过类似的一些 仿视跟监测 对 就是我们这种 这种就是照护中心 照护中心 长照中心 对 在这个区域内 我们也有做 我也有做 大部分我们发现都是 他们大部分都是CO2偏高的问题 CO2偏高了 其他像我们讲说立状物这些 反而是受到外面的影响 外面的影响影响比较多 好 那关于这个 刚刚提到这个敏感机构一些访式 那因为执行这个计划 也透过刚好这个计划 从学校角度去辅导这些厂商 做这个厂运 你说到工厂 他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去企业里面 敏感机构或是弱势族群 大概大家也从环保的观念 也帮不上忙 倒是有些地方 就是我们在推一个叫做 在地教育 我觉得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几个 我们已经在做一些盘点 就是说像在地里面比如说在大辽区 我们已经有做无家谷措 无家谷措 那个是他们保存得相当好 那他们的我们会帮他们做一些推播 就是说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 就是帮他们制作这个类似教材 然后当场去做一些拍摄 拍摄一些照片 甚至录影 甚至用空拍机做一个 那这个目的 我们第一个是锁定在地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环境污染 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说 这个场域里面 因为这里面的人口外流 那大家会觉得说 我这个地方好像只有空气污染 不想留在这里 可是你如果跟 因为我们深入在地以后发现 对老一辈或他们的人 他们都有他们觉得很自豪的地方 像无家谷措或什么他们也是 那像这个地方慢慢 在大辽还有我们下一个要盘点 比如说凤凰山 凤凰山当然现在以前都是陆军 他们管辖地方 但是这里面他 我以前还听他们讲 他们有些就是很回味 就是说以前 因为你们可能没去过 你们不知道以前那里 那个山都是凸的 都没有树木 所以早年是什么样的状况 演变到这里 再加上就是说 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其实早年在大辽地区 就是有很多砖窑厂 这个跟房子 早年台湾也都是砖土 都是盖房子用砖块 所以有一些砖窑厂 有些也满有特色 那这些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回应 那对现代年轻人来讲 那这些也是可以来做的 可以去认识的 那甚至他们有一些烟楼 在大辽地区 那还有一些包括那个灌溉 在日治时代 他们就像大辽有大辽墩 那从这个高平溪一起取水下来 这些砖也对这种大辽的农业 也都很重要 那在这个大家比较知道 比如说在农业方面 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像红豆 有没有 可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万大人还不知道大辽红豆 其实他们自己也是 或是毛豆 他们都很在意 可是这些东西就是属于当地的 可是我一直是说 这种必须让 像比如说像老师或什么 他们如果跟他讲 这个我们很好 很自豪 那当地的人也觉得这个很好 小时候在国小国中 就带他去认识这些 他们就会有一种在地的认同 觉得说我这个 老师讲我们这个是 全台第一的 或是只有我们这里有 那以后我一直开玩笑说 以后你即使上大学 我们都大学社会责任 有朋友来找你 你可能会去带他看什么东西 觉得说这是我们在地 很自豪的 那这样他就会有一个认同 那这个东西的一个场域里面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我们本来刚刚一直在讲 这个污染 错位 可是他们真正会觉得说 在地里面这些人 这个小孩子大了也都不留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 就是说在地认同 让他们培养这个也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想到就是说 跟产业园区或是工业区做一些合作 这个地方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 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色 比如说 方老师你知道现在企业有一个新的说 要做所谓我们做USR 他们以前叫做企业社会责任叫CSR 那现在更深一个叫做ESG 永续报告 他们现在永续报告里面的E 就是第一个他们要做环保 第二个S就是社会 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大学要回馈所在地 企业应该也要对在地有关怀 所以S就是社交 G就是他们自己要赚钱那个 就比较跟我们关 所以我刚刚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 企业里面他们现在在环保污染的问题 基本上都合法 可是我们刚才提到 你合法你还是有味道 我就是不舒服啊 对不对 你合法可是他们也觉得他们对环境 对这个居民有所亏钱 所以用这个计划来协助企业进行ESG的交流就对了 被你猜到 我们就想说那你不是要做社会的一个回馈吗 那你虽然你符合环保 那你这个是你们必须要做的社会责任 你们要S嘛 对 就社会责任这里面推波出来 对 那E由谁来做 E可能可以由环境嘛 在地环境的手域 人文的生态的 这个在地的一个环境的保育 我们做E嘛 那你们把一些资源拿出来 然后我们在地认识在地 也做环境的一个保育 那这个就是你的E 你把你的S放到我们社区学校来做环境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有些厂家愿意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叫做共同结盟 共同结盟 结盟就是说在做环境手域 比如说无家古厝我们有做结盟 那有些厂家他们愿意就是说赞助这些经费 那这些经费是做什么 做在地教育 比如说国中国小 那我们跟他们发展教材 他们就会有小朋友去认识在地 可是你要吸引他们 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要帮忙准备个点心 你要去凤凰山可能远一点 好一点帮他租个车 在地的骑老 要介绍他们也很在意 讲给他们小孩子这个故事 我们给他一点点的终点费 那这个都真的是要钱的 所以就是把他们 他们如果任养或是怎么 就是说把他们的一些资源 拿来做这件事情 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像我们就是也需要做永续 那我就希望就是说 万一我们没有经过教育部补助 对不对 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动作 他们可以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要说服这些企业对不对 我们帮他写这个计划书 就是说我们打算做什么 因为毕竟他们公司里面要评估 那做完结果以后 有一些活动或是什么 初期我们也来协助他 让他们对这种社会 对社区的一些成效可以展现出来 那我是希望慢慢就是说 社区假设我们没有一些经费 没有经费补助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任养互动的关系 让他周围的这种社区 可以持续来做 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在地认同这一部分 我们目前有几家 在林园里面也有做生态 他红树林那边也有厂家 我就不帮他们打广告了 有些厂家他们也套内的出来 然后也做一个结盟 也愿意来做这个ESG 对 而且他们也说 虽然社区在做 他们的员工对不对 也愿意去来协助做一些手遇 那清水盐我们也有做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些盘点 就是陆陆续续只要我们这个计划站 我们就推波一些场域 然后让企业也把他们的一些资源 可以寄注到社区来 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我们还 有一点点成就感 虽然我们也是脸皮很薄 我们要去募款 所以我们几个老师就慢慢就说 他愿意认同就捐嘛 然后我们就做嘛 不愿意认同被打枪也无所谓 反正也是帮助社区 那我们是有把这个 在新的计划里面 我们也自我要求 甚至把这个 经费要募到多少钱 对不对 列我们这些KPI 自我挑战 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像大辽 林园 这些如果我们有一些 听众朋友也是在地的 有机会也可以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团体 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年轻人回来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像你今天这个题目写创生 创生 那我们在辅导这些 他们有些他们也在做这些事情 最难就是永续要有经费来源 当然我们想到的一招就是我刚刚讲 企业他们有很多的那个 比较有经费也不能说很多 他们出一部分的钱来 然后来让这些社区的团体 万一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或者我们比较少的时候 这些年轻的他们想要做 就是做这种比较社会责任 而且是比较属于这种文教方面的团体 对不对 可以协助他们 他们那个经费很少 那也需要有一些 志工也好 义工也好 对不对 那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在地的这些 环境的这种团体来合作 那如果有机会 因为我们也有 如果有听到这边属于在地的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加盟到我们 出力出力 对因为我们的团队是包含社区 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地的 不管是 不要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来 那就太多了 那我们有一些活动 大家有志一同 如果是这两区的 其他区我们也欢迎跨期来 一起合作 努力 对对对 我想院长刚刚提到的是这个 EOS计划的永续 我是觉得说 我们做计划的嘛 都不希望做这个计划钱没了 然后之前的努力都要百费了 希望能够永续下去 那刚刚院长我想要一招 就是透过这个企业 还有什么呢 来跟这个地方团体来做这个结合 让这个实践计划能够永续下去 那在这里面呢 刚刚提到的ESG嘛 ESG这里面有关于这个 也是关于迅寗排碳嘛 大家在这个迅寗排碳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 在这个实验场域里面呢 如何做这个迅寗排碳的教育跟实践的工作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想这个是现在这个气候变迁 很夯的议题 就是CO2太多嘛 对对对对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在学 所以你看我们老师学生对不对 我们也盼这种这种静灵碳排这一方面的 对对对 那其实我先讲前面 前面其实大家现在排多少碳都不知道 对啊 所以第一个技能叫做碳盘查 碳盘查碳符记 大题目碳盘查 对但是盘完以后 他们就是要那个说你现在使用者排碳要 碳碳碳废 所以现在就是起步 如果是停留在这里只是说 先盘完准备收你多少钱 可是对CO2的减量是没有帮助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排完做完以后 让大家知道哪里是碳的来源 对不对 这也很重要 那这个东西我们在做的时候 对企业来讲或是对我们刚刚讲的 敏感族群里面也是用大家一起来做 所以其实我们会让他知道 经由碳盘查对不对 在教育的过程里面让他知道 那个碳最重要的来源 潘老师你知道 我们一般碳的来源最大在哪里吗 家庭 是吗 对 是 其实没有 没有 就是说我总归来讲 其实是能源问题 就是电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用电 我跟各位讲 一度电大概排放0.5公斤的CO2 以台湾来讲大概是这样 那整个台湾 这个能源电 比如台积电他们也用电 企业也用电 我们也用电 这个电如果以台湾来讲 现在目前都是 都是这种燃料 煤 煤就是烧CO2 其实占了60%到70% 也就是说台湾如果要做净铃 对不对 如果你这些都是绿电的话 60%到70% 属于CO2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我先讲说大宗 可是 可是我们 个人的部分 有一个不晓得你有沒有听过 就是说 要低碳饮食 低碳绿生活 就是我们这本身也有关系 那这个是可以一起来做 就是说在地运输 在地饮食 对不对 吃水果最好都吃我们大辽的 你从台北下来 从美国 从日本的苹果过来 那个坐飞机坐船 那个CO2排放就很大 所以像这种就是属于低碳饮食也好 或是尽量 现在脚踏车自行道 不搭车 不骑 不开车 如果是用脚踏车 这种低碳生活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 也会 也会做一些盘查 让他们这个 从这个 这个国小国中做起 像台湾做那个 垃圾回收 这个做得很成功 从小时做起 那这一部分我们在做 所以在盘查 那在生意点里面 在企业里面 其实是节能跟碳补机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能够把碳抓下了 不排出去也没事 不然就是说你不要少用到能源 这两个 对 那我在这里面 我稍微讲一个 碳补机的技术 我稍微讲一个 其实 那个潘老师你知道 一顿碳 以国际的行情就是说 你要缴的费用是 100块美金就3000块 100块美金 一顿的碳 对 碳税 碳税或是那个行情 就是说 你如果排一公顿的碳的话 大概就是要 要3000块台币 1000公斤的话就是 3000块台币 也就是说如果以后 那我们刚刚讲 一度电就0.5公斤吧 0.5公斤这样算起来大概 就是大概我算了一下 0.5公斤 大概三 大概也差不多要几块钱的碳税 那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种技术 可以直接从空气中 把碳抓下来 你如果有办法抓一公顿的 你其实以后有价证券 你是可以卖3000块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种 自然碳补级技术 已经开始在发展 那其实我们 这个计划里面 我稍微退播一下 有负责这一部分的 对 我说那个碳补级 其实它是可以再三的 你可以把空气中 CO2抓下来 如果你有办法 以后如果要做 做那个社气 社会企业 你如果可以从空气中 把CO2抓下抓到一公顿 你就可以赚3000块 你不用像磁剂或什么 再去回收 再去卖钱 所以空气中抓CO2 是有可能做社气 它们的关键在哪里 其实抓CO2的材料 可以回收再利用 那是一种 那另外就是说 它真正的费用在哪里 你要把CO2 吸收的过程 比如说你要有一个 马拔抽风 把CO2抓进来 那个是耗能的 然后耗完以后 你要CO2都被吸收以后 对不对 你要回收再利用的时候 必须加热 所以你的加热跟吸收 是你能源来源 如果你这个能源 你不要家里的电 那你抓下来再去卖 那你可能还了钱 所以你知道 我之前看一个 就是说这种新创 在南美之后 他们的风很大 它就是利用风能 做来抓空气中的CO2 然后回收以后 再把它装成石油 那个就是法拉利 法拉利以后 他们这种名车 以后都是电动车 名车是吃CO2这样 不是 它的古董车怎么办 它以后还是要吃汽油 可是你吃的汽油 不能从地底上抓下来 所以他们是从空气中 抓CO2 再把CO2 转换成石油 所以这个叫做环保汽油 而且这种不是石化燃料 所以我是说 如果我们用再生能源 比如说用太阳冷 以后你自己装太阳冷 把这个吸收跟回收 在家里抓CO2 抓CO2 就可以做 抓下来被石油 不一定 你抓下来就可以卖钱 你只要能够验证说 你这个是有价 对不对 对 一公吨三千块 所以我就想说 各位以后也不用很辛苦 你发展一个技术 以后这个慈善机构 自己抓CO2也可以卖钱 也是一个资金来源 对 我们是不是要开发这种技术 让他们去做设计 有机会 有机会 关于这个碳全的 碳补及是一个 这个是能源 但是这个都不是我们的 这种能够做 但是我是说 给大家一个概念 未来你如果要做真的 做净零碳排队 一大部分是能源要转型 我们60%到几十都是台电这边 台电所有的电如果是利电 台湾就近零对不对 2050近零转盘 就已经决定60%到70%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如果少部分没有办法 甚至我们要改善 这个CO2的问题 从空气中抓下 它还是一种技术 所以从学校里面的观点 里面来讲 我们做大学社会责任 其实我们也要培养人才 我们希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学生 他也有这种科技 他也有这种科技 以后对不对 除了帮社区发展 他也可以融入在就业里面 有一些比较科技性的技术 这个所以净零碳排 为什么也导入到 我们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也把最新的这一个 不只是盘查 以后这种碳补给的技术 这方面再一个融入 以后再做就业 这方面他们也会比较好 我想这一块很重要 毕竟这是未来净零排 但碳盘查一些 很重要的疫情就在碳补桌 一些碳的控制排放上面 刚刚您刚才也帮我们说了很多 关于USR的一些实践的场域 还有一些地点 还有一些不同面向的讨论 最后可不可以再请教您问题 您在执行这个计划之后 对于未来在执行USR计划的规划 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规划 可以跟我们朋友分享一下 好 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 也涉及到人才培育 因为我们这是受教育部管的 教育部最终的大学 其实还是要培养人才 让他就业好 只是说在这个就业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这个技能上 又可以回馈到社会帮忙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们兼顾这里面 所以我们下一期里面 正准备科技导入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讲就是说像物联网 科技导入这个地方 那我们已经有做CO2的 那我们他们后来 我们跟在地的讲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那个大辽浚 他们有一些水质 他们也觉得说 合法的有的 可是你们知道 现在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说可能没有排照的 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污染的来源 那你要做监测 要做联系监测 而不是踩个水样 所以把这个物联网 自己做这个地方 我们利用这种智慧物联网 做监测 这个我们未来智慧科技里面做 另外一个大家用的很多 就是无人飞机 我们在做无人飞机也会做 无人飞机的用途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在地的人文 我们会是拍一些影片 从空中的视野来做推播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结合 结合这个影像辨识 现在就是影像辨识 你如果用眼睛看 认为它是一个污染 可以做的 人工智慧影像辨识它可以做到 那我希望我们就是说 也把这种人工智慧影像辨识 在环境监测 我刚刚讲就是说做监测这个地方 让我们的学生对不对 也同步在学这种影像辨识 人工智慧这一部分 然后也把它应用到环境监测来 对在地有帮助 但是他们也真的学会到的 最新的一个科技 那科技导入这一部分 是我们现在一起觉得 要把它引用到环境监测 兼顾人才培育是我们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计划主要 还是在这个人才培育 那人才培育的话 我们的面向就导入这个 把最新的一些物联网跟AI的技术 能够导入这个计划里面 让这个计划能够做一些 持续跟永续的经营 那希望这个 最后希望这个节目 这一个题目能够对大家 对USR有些认识 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林青的李院长 那也各位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欢迎各位朋友下周的同一时间 回到前瞻的科技的 未来的南方科技城 南方科技城节目 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感谢您的收听